為什麼在2023 王珊珊的勢力 一系之間膨脹 究竟發生什麼事 那現在柯文德又跟王珊珊之間亡不見亡 雖然沒有口述二言 但是已經不講話了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有話之書的主講人張有話 話不投居半居多 這個是柯文哲 柯文哲從上星期六 賈账案爆開以來 經過兩天就是8月10號到8月12號 8月12號開了記者會 他禮拜六禮拜天禮拜一 開了記者會 就是8月12號 在這三天當中 就我所知 柯文哲是對黃珊珊 極為不諒解 非但不諒解 兩個人見面 話不投居半居多 這裡面 柯文哲在8月12號 開了記者會後 也表示 要告所謂的會計師 端木正 那對於黨內 要求黃珊珊扛起責任 柯文哲是請黃珊珊自行決定去留 這個是民眾黨的一個朋友告訴我 就是說 柯文哲現在看到黃珊珊看到李文忠 看到所謂的端木正 非常的生氣 不但生氣 而且 還說 弄一個火坑讓我跳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這樣 怎麼闖出這麼大的樓子 弄一個火坑讓我跳 那在這個 這個情況之下 幾個在參文與選物活動的這些人 尤其是上層 高層 那請問他們的去留 他們都說自行處分 黃珊珊是從來沒有說她要自行處分 李文忠是有說過自行處分 接受最嚴厲的處徵 那星期五 就是816這一天 816這一天 民眾黨就要開會 看要不要撤銷他們中央委員的資格 但不管怎麼樣 柯文哲現在看到了李文忠 看到了黃珊珊 話不通一半讀多 你們的去留請自行決定 如果按照柯文哲的意思的話 全部都拔掉 如果柯文哲還是台北市長 那這一些人他一定是拔官 絕對拔官的 但是他現在變成一個政黨 那誰來扛這個責任 你就可以看得到 為什麼柯文哲他有四個特性 第一個特性我已經講過 現在台北政壇都在用我的話 我說第一個重判心理 每一個離開柯文哲的沒有一句好話 各位知道吧 因為我有一位從小跟我一到長大 居然去做了他的官 然後事先跟我講 我說你不要跟他共事 但是他滿腔熱忱 結果呢 離開了市政府 他現在變成反科級先鋒 我也曾經打過電話勸他 他畢竟是 是提拔過你的長官 我說不要口出二連 但是柯文哲要檢討 為什麼會重判心理 第二個柯文哲 為什麼他的圈子 永遠是小圈圈 弄的不是大圈圈 就是說各位去看 從他台北市場 任內到民眾黨 到參與大選 為什麼旁邊的都是這些人 為什麼他用來用去都是這些人 他的兩任民眾黨的秘書長 幾乎都要跟他翻臉了 他自己任用的秘書長 兩任秘書長都要跟他翻臉 各位就可以看得出來 連秘書長他那麼親近的人 都進不了核心 那其中一個秘書長親口告訴我 這裡面發生什麼事 就是說為什麼外掛的人 永遠能夠干涉黨戶 你秘書長反而成為一個門神 兩任秘書長都跟柯文哲翻臉 為了某些事 為了某些人跟他翻臉 就是說不讓他們介入選舉事務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 重判心理小圈圈 我們再來看第三個 為什麼在2023 黃珊珊的勢力一系之間膨脹 究竟發生什麼事 那現在柯文哲又跟黃珊珊之間 王不見王 雖然沒有口述二言 但是已經不講話了 那究竟發生什麼事 黃珊珊是柯文哲蓄培執的 2022台北市場參選人 2026台北市場參選人 那現在經歷過這些事件以後 大概雙方關係到死為死 那柯文哲當然不會刁難黃珊珊 畢竟她的女性 你的去留你就自己決定吧 那黃珊珊不辭的話 你身為一個黨主席 你不能做裁決嗎 你非要跟小草跟黨內的人 硬著幹嘛 黃珊珊不辭的話 那請問 現在民眾黨內 叫李文忠 叫黃珊珊 叫李文軒 統統滾下台 由新人來主政 但是柯文哲 這兩個人 一個是同學 一個是我栽栽培的對象 那好 那是不是請蔡壁奴他們辦事回朝 為什麼在這件事上 黃國昌不能扮演更積極 查壁的角色 就是柯文哲要把它隔開嘛 好這件完了 那第四個可以這麼說了 黃珊珊如果不辭的話 風暴會不會延續下去 進而造成民眾黨內部的內鬥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這麼說好了 現在民眾黨的內部是完完全全 你矛頭針對黃珊珊跟李文軒 李文軒他們合作廠商的人 就是說這些廠商可以說 不是柯文哲自己找的 是誰找誰就要扛起責任 是誰找端木正 是誰找這些合作廠商 所以這些就是要由找的人來負責 如果柯文哲在這一個方面 不能夠給他們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可以說下個禮拜柯文哲一旦接受 金華城案曾治案的被告去法院運訊外 還要去調查局運訊 這兩個一旦結合在一起 就如同藤原效應一樣 颱風藤原效應一樣 大大拔小的吃掉 然後相互牽引 所以民眾黨的危機不在於假葬案 民眾黨真正的危機 自在於他的內鬥 因為柯文哲處事不公 所導致的內鬥在下星期必將上演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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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